Lio聊四季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丹麥A隊對上日本A隊 那這場地圖呢 是比賽地圖 那這個地圖的部分呢 有點像是之前那個 什麼圈圈圈什麼島的 我有點忘記它的名字了 那也是在天梯上有的 但是 跟那張圖比起來了 這外面是可以用挖木頭挖出去的 所以這個地圖來說 往外挖是一個策略選擇 欸 結果橘色怎麼一開始又開稿了呢 哇 橘色這邊一開始拉兩村到處跑啊 這邊拉兩村直接去各國看看喔 這邊還要 唯果子 唯資源點 那橘色這邊是選擇了哥德喔 那哥德這個文明在前期來說是比較弱一點喔 如果要打出一些優勢的話 裝甲塔弓喔 做一個打擊喔 是不錯的選擇 可以拖到敵人的經濟喔 然後同時讓自己的經濟喔 再繼續發展 因為畢竟哥德是需要有經濟喔 才可以享有這個步兵的折扣的效果 所以哥德在前期只要撐過去之後 上到帝王時代或城堡的中後期喔 就可以利用這個折扣 大量爆出自己的大量步兵 做一個反擊喔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日本隊友 日本其他的隊友 紫色喔 紫色是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的話這張圖可以盡量打這個弱馬快攻喔 或者是打這個寶兵快攻也是OK的 那保加利亞的話我個人會比較建議喔 可以打馬攻喔 如果弓兵路線你真的要打弓兵的話一定要打馬攻喔 馬攻是可以打的 好 那就來看一下黃色 那黃色的部分是波蘭喔 波蘭的話這邊也可以選擇打這個劍塔弓喔 那這個劍塔弓的話優勢就是村民可以回血喔 然後塔弓拱的話 弓兵又可以增加劍塔的這個箭矢數量喔 所以波蘭在做一個前期塔弓的部分也不錯 那如果自己家裡被騷擾的話也可以插劍塔做一個防守 而且波蘭挖阿斯托也可以產生黃金喔 所以對他精進來說受傷層數並不大 還有一些小鑽喔 所以波蘭在這張圖的話打塔弓是非常適合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下一個喔 下一個是這個紅色 紅色是我們日本知名高手Chart 那日文來說的話是Chart 我比較也習慣叫他Chart 因為我之前有稍微看過他的比賽喔 我們之前頻道裡面也有播過他的一些影片喔 他的實力也是蠻堅強的 我個人覺得是 蠻符合我的這個個性的玩法 所以我個人也蠻喜歡Chart的這個遊戲風格 我個人是蠻愛的 那Chart這邊是選擇了 霸戰庭 霸戰庭的話外加創是打工兵喔 那工兵轉強弩的一個打法 原來霸戰庭的帝龍實彈 成本是比較低的喔 所以一個單TC速上地的一個打法喔 是霸戰庭團戰比較常出現喔 單挑也是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個灰色 灰色選擇朝鮮喔 那朝鮮的話塔弓的話是比較適合的 在這張圖來說 塔弓或是寶吹喔 都是一個蠻有威脅性的一個打法 而且 朝鮮這邊挖石頭是全王星裡面速度最快的喔 雖然劍塔來說沒有特別強 但是可以免費升級劍塔 封建時代可以插劍塔 城堡時代直接插成變成防禦劍塔 這個傷害是非常誇張的 好那這邊 哇這邊直接黑暗刺頭直接開打 大家這邊刺頭直接過來打個一波 那目前日本隊的哥德已經少了一村喔 好那繼續介紹文明 看起來前面那個塔弓只是小打小鬧 我覺得不太重要 好那來繼續講這個馬札爾 馬札爾的話前期可以擁有這個 一級攻的一個優勢喔 讓他的步兵喔跟這個刺口 都有傷害都是蠻高的 打裝加他有一定的優勢喔 那我覺得打洛馬還是比較好一點喔 因為洛馬的話 封建時代一攻加上品種 基本上是可以讓這個洛馬有大幅的威脅性的喔 好那我們來看綠色喔 綠色是這個緬甸 那緬甸人的話是有免費的伐木技術喔 那法蘭克是免費的農田技術 那緬甸人的話最強大是團戰的這個飛鏢騎兵喔 那步兵方面的話是每一個時代會加一個攻擊力的點 所以緬甸到了後期喔 步兵也是一個選擇性的 開局方式的打法 好那再來講藍色 藍色是這個塞爾特人 那塞爾特人最大的優勢是他的伐木速度很快 那再來就是他的步兵喔 移動速度也是最快的一個文明喔 但是缺點是他的經濟 經濟其實算不錯喔 他的缺點是他的遊俠比較爛啦 雖然他是有遊俠但是沒有品種也沒有三級法 所以遊俠來說是比較虛一點的 好那這邊哥德三隻村民出去全部送光 那塞爾特人在哥德後方開下了射箭場 要來抓後面的伐木村民了 哇這個相當針對阿 那後面如果這邊直接 劍塔起來的話後面伐木場就只能撤退了 那這邊哥德可能會很難出去 而且還會被封死 欸趕快出來對不對 好這邊趕快阻止對手來蓋這個射箭場 這邊趕快再硬蓋一下 其實就可以蓋好了 好那塞爾特中把這個射箭場蓋好 馬上補下了毛病 欸這邊攻兵沒有先按喔 哇哥德這邊拉了非常多村民直接開打 那這邊趕快喔 哥德趕快去圍家喔 去把這邊圍起來 讓對面的這個射箭場直接擺給喔 因為你只要把這邊射箭場的出口全部圍起來的話 對方就算造好單位喔 也不能直接生產出來 不會變成卡在99%的一個狀況 好那這邊直接大開戰這個畫面有點奇怪喔 村民直接扁了很多 那這邊哥德的刺猴已經率先倒地了 那綠色的刺猴還有一滴血要不要回去反打一下呢 扁一下OK 擊殺掉 那但是哥德這邊已經損失了兩村喔 那拉了更多村民喔 直接過來後方這邊圍一下 那我覺得哥德這邊趕快去補下自己的劍塔在這個地方會比較好 可以守一下後方的墓區喔 那也可以同時趕快有機會喔 把這個射箭場給補了起來 那目前馬扎爾這邊有異攻優勢的關係喔 打臭名傷害非常的高啊 那這邊刺頭攻擊是5加1啊 很痛啊 所以這個馬扎爾這邊直接喔再上個品種喔 基本上就無敵了 也不算無敵啦 就是劍神殺神劍鬼 嗯你懂的 那哥德這邊村民術已經降致勝十七村喔 非常慘烈 全世界都往哥德這邊打 因為哥德前面這邊 控人家資源喔 已經 已經吸收到非常多的這個仇恨子喔 所以這個哥德直接慘遭 然後大量的敵軍殺了過來喔 那村民術只剩人家慘到剩十二隻喔 這個哥德有點慘 經濟已經基本上是涼掉了 好那看一下中間這邊 中間日本隊 波蘭也造了一些刺頭想要來幫忙打 但防御上來說 丹麥隊好像更好一點的感覺喔 覺得日本隊好像有點在下水餃耶 你看這個刺頭也是有點下 三隻刺頭也是送光喔 感覺沒有控的很好 日本隊這邊稍微有點失誤喔 後方這邊三隻村民繼續在暴打這邊毛兵 感覺日本隊稍微有點落後了 村民已經快要差距十村了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哥德這邊村民損失慘重喔 那基本上這場開局就已經是三打四了 哥德直接在這個博弈之中直接死去了 那哥德如果要再農回來的話 還要再多需要花五分鐘至十分鐘 他可以再把這個經濟拼一塊跟上大家的時代 目前拜登庭選擇垃圾兵打法 非常強 拜登庭垃圾兵很猛喔 所以封建時代打這個毛兵槍兵 其實給對手壓力很大 那落馬沒有這個減免的費用的關係喔 所以不打落馬 確實也是好處 那如果他是外加的話 更不能打落馬 外加還是要打這個弓兵比較好一點 弓兵或是毛兵槍兵的一個壓制方法 那目前拜登庭分數慢慢把這個分數打回來了 日本的村民喔 數量也開始慢慢回穩 來到了111村 丹麥一隊這邊選擇打法也是比較正常的 就毛兵 不是毛 不正常 是這個弓兵 本來這樣來說是會出弓兵的喔 但是這邊是選擇出弓兵防守 那由於是因為這邊是打一個塔攻的關係喔 灰色 所以這邊不得不出弓兵喔 因為出弓兵的話 經濟 經濟根本上比不上 那拜登庭出弓兵的話出弓兵會更慘 所以這邊是選擇出弓兵而不是出弓兵喔 主要是這個狀況 所以才導致正常的22匹小弓不會使用這個原因喔 所以世紀帝國也不是說你只會這22匹小弓 就只能用這一招 還是有很多突變性的打法 尤其是團戰喔 團戰打法真的是相當多變的 好 那這邊毛兵 可能要被吃光囉 毛兵是很害怕這個赤猴的 但長江兵過來 稍微跑一下 好那目前哥德這邊騷擾也騷擾得差不多 基本上沒有東西可以擋住了 這邊村民直接把這個木槍給扁掉 就可以好好的吃果子 然後那個哥德這邊 好像有點慘 這邊拉了兩村 薩爾特人到後方是想要來偷蓋什麼建築嗎 但是後方有這個丹麥的石頭在守著 這邊村民 但是有一隻長槍兵 這邊要趕回頭打嗎 哇這邊肉馬都其中殘血喔 相當危險 這邊赤猴第一時間去來抓這邊 想要到後方蓋建築的村民 那後方這邊由於 射箭場已經被圍死的關係喔 這邊 前置薩爾特的一個射箭場 沒辦法造出任何的工兵 來做哥德後方的經濟騷擾動作 好那這邊有少量村民在這邊 四隻想要開始開扁 但是這邊長江兵數量其實有點多 赤猴不能可能輕易的上去打 上去上去打可能會被村民扁死 像這樣子 但是有一隻殘血了喔 長江兵直接戳掉殘血了 OK那這樣就做到蠻多事了 好那後方這邊中午沙爾進來 韓國的毛兵加上箭討 一直慢慢步步為營 沙爾進來 沙爾進來 那這邊馬扎爾 赤猴雖然還是蠻多的 但是日本對這邊破狂多浪喔 波蘭的大莊園喔 直接爆出了相當多的赤猴 經濟也是波蘭現在最好 那這邊看起來 敗戰艇 恰托這邊喔 有點慘 他已經被迫拉一堆村民來解喔 他真的不解不行 可能會出事 好這邊稍微看一下 這邊能不能解得掉 應該是可以 雖然這邊有點硬要解的感覺喔 但我覺得 還行 這一村可能要死了 哎呀 又倒了一村 好這邊 這邊長兵沒有戳到 弱馬 OK 這邊 劍塔裡面的村民直接被逼了出來 赤猴加上戳民直接開扁 這邊直接圍死 不想讓對手有逃跑的機會 看這邊 波蘭的赤猴相當強勢 直接戳死所有的村民 OK 那這邊其他毒線狀況 日本隊 開始慢慢拿上了上風的感覺 因為村民術也只相差四村了 那馬扎爾這邊還是繼續被逼迫 出更多的赤猴來防守 但是這邊點一下城堡時代是朝鮮 還有這個綠色 這個緬甸 緬甸的經濟已經是會好的 因為他的伐木速度是全廣西裡面最快的 所以這邊很早就可以上這個城堡時代了 那基本上有這個 伐木加成或是農田加成文明 經濟都不會太弱 在斯基地國的定力是這樣子 因為你的木頭跟食物 可以展出更大量的經濟科技 或者是這個農田 所以可以進 讓你的經濟更好一點 哇靠這個波蘭的赤猴也太多了吧 11隻赤猴 看你的大中原是有幾個 哇靠三片大中原 難怪可以這樣打 波蘭這個大中原 終於要下修了 聽說在下個禮拜 會有這個改版補丁 那到時候會變成 大中原立刻收成的效果只有8% 哥德這邊直接TC爆 想說這邊怎麼會有在亮 然後TC的位置也改變了 好那這邊 哥德TC爆的話 可以至少一家換一家 我覺得這個反應算是不錯的 知道不能再這樣繼續打下去 他這個TC爆是好的 但是緬甸這邊反應也是很快 以上城堡時代直接幫隊友蓋一個城堡 這個城堡出來之後這個TC也是被反制掉 而且待會飛鏢騎兵出來會更難產 哥德這邊其實有點尷尬 這個TC直接被弄掉了 看這邊要不要自低TC喔 然後在後方直接 蓋一個TC重新蓋 現在這邊蓋TC 出來的話這邊 村民可能會被防守住 他可以在這邊用這個飛鏢騎兵擋在這裡 他就不能直接往後撤到家裡了 那如果先下這個TC去擋的話 村民至少不會冒這個風險喔 回到家裡 你看那村民勢必要往回走 這會很尷尬 好那先來看其他地方 那紫色這邊寶甲利亞也上到了城堡時代 那寶甲利亞的話可以城堡時代打這個銀壘推喔 銀壘的攻擊力本身也是蠻高的 但血量是城堡的一半 好那目前日本隊想要來專打馬扎爾 中間這塊地區 這塊地區能打進去 然後再加上寶甲利亞的銀壘往前推的話 其實給到的傷害是蠻巨大的喔 好日本這邊 打法還不錯 哇忽然更多刺頭走得過來 這邊刺頭還有點下品種喔 那一攻一防都有點 基本上這個肉麻是無敵的狀況了 遇到長壘兵只要退喔 其他單位都不用退了 村民也不用退了 直接打下去肯定是賺的 但是緬甸的飛鏢騎兵一出來之後 戰局的 戰場的格局可能會直接做改變 因為刺頭是完全打不贏飛鏢騎兵的 還有騎士喔 好以上到城堡時代的緬甸 跟 綠色 這個藍色 都選擇出了騎士喔 好那這邊賽爾特打的是一個騎士開局喔 沒有直接打這個 升頭戰術喔 後面還開了一個TG喔 哇他這邊經濟爆的蠻快的 好那目前日本隊的村民術稍微有點落後了 已經落後快要20村了 那後方這邊有非常多的騎士喔 在卡後方 波蘭的村民喔 波蘭這邊大量村民直接被迫拿取拳套 開始扁這些騎士 但自己的騎士雖然也是損失非常多 第一時間寶嘉莉亞的騎兵在後面看戲沒有幫忙 所以導致這邊都多死了一兩村啊 哎呀 日本隊這邊有點被傷到經濟喔 後方這邊賽爾特 蓋一下了頭車跟修道運喔 還是要打升頭戰術 畢竟賽爾特人喔 這個戰術是非常強大的 打升頭基本上不會太虧 哇這邊沒空好了被招走了 差一點耶 居然沒招到 那這邊修道運出來後面有頭車可以再繼續做輸出 但兩台頭車已經送掉了 稍微可惜了一點 好那緬甸的飛鏢騎兵直接打破哥德的木牆 直接殺了進來 那這邊首當其衝是 這個寶嘉莉亞 寶嘉莉亞這邊村民處來說並不算多 有點被稍微干擾到了 只有51村喔 最多的話還是賽爾特人喔 賽爾特人這邊是53村 因為大家可能想說 寶嘉莉亞剛剛一直都沒在做事喔 以上層應該經濟是最好的 但殊不知 丹麥這邊經濟反而更好一點喔 這也有很大原因是因為 寶嘉莉亞是沒有經濟加成的文明喔 所以會稍微遜色一點 是有可能的 但是只要撐過這段時期喔 打到大後期 寶嘉莉亞的威力就可以 再次展現出來 而且後期還有這個大衝車可以使用 這個相當關鍵 好那 緬甸的飛鏢騎兵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其實有點無敵狀態喔 現在要打贏他的話只能靠這個森綠喔 或者是大量的弓兵或毛兵喔 直接輾過去 但是對手 但是寶嘉莉亞的飛鏢騎兵 只要我再控的話 基本上這些戰術也是很難成功實現防守住的 那最好的防守方法就是插箭塔 不然就直接插城堡 去守住一些重要的經濟地區喔 會更好一點 好那左邊這邊騎個城堡 寶嘉莉亞 家裡後方一直被騷擾 但是後方寶嘉莉亞騎兵其實也蠻多的 好那這邊飛鏢騎兵直接在秀操作 直接秀光所有的騎士跟刺猴 但是毛兵還在後面緊追不捨 好這邊做一個大前襲的動作 能夠追得到這些騎士嗎 塞爾特這邊經濟慢慢好好轉起來之後 開始在稍微微加了 開始要勸地了 好投手車也造了一台 好那目前感覺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大家沒有再繼續照鏡 而是開始慢慢轉向偏濃狀況 但是哥德爾依舊很慘喔 並沒有太多經濟可以打出一些戰術 那現在上城堡時代都有困難喔 這邊TC爆失敗之後又很慘 這邊要趕快專心種田 才有機會 那麼來稍微看一下 啊靠我點到 玩家的顏色 好 這邊改成白色 好那稍微看一下這邊的經濟狀況 哥德爾這邊經濟真的很慘喔 現在才已經有800肉 但是沒有黃金可以挖 雖然士氣是有 但是需要冒點風險喔 因為現在保加利亞不是保加利亞 這個緬甸人喔 在這邊一直用這個 飛鏢騎命喔 在做騷擾 所以這邊黃金也沒辦法挖得很安心喔 這邊可能靠個買賣買上去會比較好一點 好那上方這邊TC部分也有些騎士在做騷擾 日本隊這邊波蘭 開始慢慢轉出一些經濟 波蘭這邊趕快要下城堡 點下這個貴族特權會比較好 但是波蘭這邊還沒有城堡的關係 所以這邊騎士喔 造價還是一樣貴 那這邊可能要趕快去挖石頭比較好 好這邊後方 瑪扎爾的騎士喔不是騎士 這個輕騎兵 直接用數量碾壓對手 這邊波蘭的騎士蟲被處理掉之後 這邊瞭望塔可能也會有點危險 那目前看起來緬甸這邊還是有點無雙啊 想打誰就打誰的一個狀況 好那目前塞爾特 我們給他藍色好了 喔藍色OKOK 藍色看起來比較順眼一點 好那藍色塞爾特後方維加的部分已經快完成了 這邊中午要蓋個城堡 這邊緬甸只用自己的強大軍事實力 直接前線壓堡 哥德這邊的戰術完全被打爆 但是還是有機會可以上到城堡時代的 直接壓上來 哥德上城堡時代的話也不能出兵喔 現在出從兵都打不贏這個緬甸的 飛鏢起兵喔 最好是哥德這邊趕快再繼續農上去 然後出少量槍兵喔 稍微擋下騎士的騷擾 就差不多了 不然就出這個僧侶喔也是可以 但是哥德現在出僧侶是不太可能喔 他現在非常缺金啦 現在情況要去外面挖才行 好那由於家裡沒有黃金的關係 經濟會有點慘喔 好這個城堡起來之後 保加利亞可能經濟會傷到一些些 而且這個城堡居然是直接插爆兩個 哥德的TC也會被弄爆 保加利亞的TC也是喔 經濟有點偏差 現在感覺局勢完全不利於日本隊喔 丹麥隊這邊的進攻跟意識都非常好 這邊馬札爾也沒有一直喔 一直把這個 肉轉出騎士喔 而是要轉去輕騎兵喔 這樣的打法好處是遇到對方的僧侶喔 可以第一時間拉輕騎兵去處理之外 自己挖黃劍充也不用那麼多 但是缺點是呢 打對面全騎士的陣營 很容易打輸喔 這是一個混兵戰法 有必就有Z喔 OK那 朝鮮的馬戰車也過來了 哇這邊飛鏢騎兵加上馬戰車 大家的血量掉的其實非常快速 左邊騎士其實血量也快點變少 哇你看飛鏢騎兵這個擴散效果的感覺 看起來很強喔 其實這不是擴散效果喔 只是這個飛鏢騎兵打的太歪了 看起來有這個擴散的感覺 這就是飛鏢騎兵太厲害的地方了 目前看起來哥德爾 呼吸快越來越沒有了 保佳麗亞也開出自己的營了 可以開始做一個反制了 我覺得保佳麗亞自己家裡守租之後 去幫波蘭 蓋一個營累會比較好 守租大莊也是首奧任務 但是現在大莊直接被壓住 這邊日本隊打出了GG 哇蠻快的喔 我以為 日本隊可以再撐一下 但其實有點慘了 現在村民差距已經差了快一倍了 338村打185村喔 所以日本隊感覺自己 沒 沒轍了 而且 哥德爾這邊也是完全死去了 經濟有點慘 那我有發現到日本隊的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很喜歡打這種 一失敗變成忍的那種打法 不成功變成忍的一個打法 就是他們會用這種歐印流 神風特攻隊的這種信念感 可能是他們民主意識嗎 我有點不太懂 有時候跟他們打四季我都會感受到這種感覺 就有一種 我想要好好打這場阿拉伯 我外加我要出工兵 結果那家搞了什麼TC爆 不然就是搞一個什麼直層打寶兵 然後 然後就是一波流 城堡要插到別人家TC那種 然後結果路上就被人家抓包 然後工兵也跟不上了 沒辦法幫他 然後被一次 對方的工兵加刺吼全部吃掉 這是我在日本打 他們的 日本的天梯內戰裡面常常遇到的事情 這是我覺得蠻讓我意外的 其實大家對日本人的感想就是那種比較穩健式的打法 比較保守 但是他們在世紀帝國裡的打法其實是蠻 蠻有自己的想法在的 雖然不能說不好 但是他們就是會去 會去嘗試這種比較 激進的戰術 像是這位哥的玩家就是這樣子 並沒有打一個非常穩的打法 但我覺得也是因為他們想要多方嘗試吧 日本就是一個不斷創新的文明 所以說不定打天也會被他們研發出來 一套全新的一個使用的戰術 也是說不定 好那我們就來恭喜丹麥A隊 拿到了第一勝 那待會我們來波 繼續 繼續來波第二場的日本A隊的比賽 好的那接下來來到了丹麥A隊對上日本A隊的第二場比賽 那這場比賽應該算是日本隊的優勢場 因為日本人他們很喜歡打阿拉伯4打4 基本上每次去到日本他們那邊的場子 一定是打阿拉伯的 那我個人也是很喜歡阿拉伯4打4 可以磨練自己的硬實力之外 一些基本觀念一定要有 阿拉伯才能打得贏 好 那日本A隊應該這一場應該是 十拿九穩 我不太可能會再輸了吧 這是我自己的預測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綠色 綠色選擇的是這個法蘭西 那綠色是丹麥選手 丹麥的選手是選擇了法蘭西 那法蘭西在阿拉伯的話也算是實力非常堅強的一個文明 不會太巧通常都在前五名或前十名的一個排行榜裡面 那為什麼大家會覺得法蘭西最近沒那麼強原因 只是單純 他太多文明了能counter法蘭西 因為法蘭西是奇兵文明 像印度斯坦啊 還有這個曲子羅人 這種DLC的新文明 很容易就可以counter掉法蘭西 但法蘭西在斯達斯來說還是很強的 好那我們就來看下一位文明 這個青色 青色選擇CC 那CC在斯達斯的團戰來說的話 並不是那麼的亮眼 除了他打塔弓 塔弓的話就可能會有點威懾力 那這邊選擇的是內加嗎 看起來是內加 內加CC裡 打這個索子甲騎士應該是團戰首選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灰色 灰色選擇中國 中國外加的話通常就是打這個弓兵了 那弓兵的話也不會太弱 不對這個 法蘭西是外加 然後內加是 等一下內加是中國 哇中國的話內加通常就只會打這個騎士了 那中國一開始有這個7吋優勢 經濟上來說會比其他文明好上一些些 但中國來說這個文明 所有單位雖然都有三攻三防 但是都沒有特別有特殊能力的感覺 就是中規中矩 單位都並不太強 後期的話打弓炮的話可能會比較有特色一點 但也不是有特別的這個決定性的優勢在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橘色 橘色是 欸橘色 喔沒事沒事 橘色是日本隊了 然後那沒錯啦 中國的話就是選擇了外加 我剛剛看錯顏色 這怎麼顏色有點不太清楚 那中國外加的話一樣打弓兵喔 殘寶時代可以考慮打這個中國連弩 都可以納入考慮的 中國外加我覺得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接下來看一下藍色 藍色這邊選擇的是伊索碧亞 伊索碧亞在團戰來說是非常亮眼的一個文明 外加來說可以先打弓兵喔 弓兵前期有優勢之外 到了後期還有這個投石器的一個 金冠能力喔 可以讓這個投石器跟 火炮啊還有巨型投石機喔 都有這個擴散的效果 弱點喔都變得比較大一點 就是這個範圍傷害會變得很廣闊 有點像是 波西米亞流彈炮的那種範圍 就是非常誇張啦 如果有後期看到的話 我們再來特別強調這一點 接下來我們來看紅色 紅色 葡萄人 葡萄人最大特色喔 是這個黃金單位喔 所有都會減20%的一個效果 所以他打弓兵啊 騎士開喔 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喔 所以不一定要打這個風琴砲 但風琴砲 這個 寶吹的時候 算是比較強勢一個打法 那就要來看一下 恰頭會使用什麼樣的方式喔 如果正常開局的話 就是打小弓喔 那以我對日本團戰的了解喔 應該沒問題喔 恰頭應該是會打這個小弓喔 做開局喔 那目前看到他的P數是蠻早期就上了 17P 哇這個是極速小弓喔 哇這看起來 日本隊這邊鐵的心要來打一個 超級限小弓打法喔 這個打法我常常在日本也被受到洗禮的 因為我其實比較常跟日本人玩 跟台灣人玩的比較少 我覺得啦如果要來要我跟 撥台灣隊跟日本隊的話 我覺得我對 日本隊比較少 哇這個恰頭直接打一個 極速小弓這個狠狠 好那我們來看黃色喔 黃色是曲子羅倫 曲子羅倫那家的話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一定是出駱駝啊 駱駝開局 再出鞋殺騎馬喔 威瑟利就很大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紫色 紫色這邊選的是高綿喔 高綿的話易去農田肉量也很多 但是他的奇異病喔 就是沒有特殊能力喔 就跟中國的奇異一樣 都是一般的重裝騎士喔 哇靠我又按到了 完蛋完蛋完蛋 就按到顏色 我真的覺得這個 面表有時候會按到喔 很麻煩 就要重新把顏色按回去 OK 按回紫色 那高綿的話後期可以打大象喔 或是這個奴炮 那最大特色是村民可以躲到房子裡喔 所以大家團戰來說 高綿也算是一個強勢紋名 穩定性偏高 好 再來就來看一下這個橘色 橘色的瑪雅非常強勢 工兵這個 這個價格喔 非常的省 所以很容易喔 在這個前期喔 外加會有這個 工兵的數量上的壓制喔 總共打得贏對手 當然他的外加是中國 兩邊技術都不差喔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會有 太大的一個差別喔 那所以我覺得 下方這邊的一個關鍵 就是要看 內加的部分喔 就是要看高敏這邊 能不能打出一些風采 才能讓這個瑪雅 有效的進攻 中國這邊的一個 政策喔 好 那這邊 果然喔 恰爾特這邊極速小空開舉 17P上風 然後雙射箭場 這個是 日本他們團戰也很常用的一招 葡萄牙跟這個 瑪雅都可以用這招 基本上 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瑪雅用的話 可能會比較吃力一點 因為瑪雅一開始 本身就多一村喔 所以可能會變成18P或19P喔 但是這邊恰爾特打了一個 17P喔 超級早 這個時間點喔 非常的快速喔 那這個是要特別配置喔 而且不能過度為價 才可以這樣打 你看這邊刷到射箭場 這邊 這邊是有點小小失誤喔 這邊有點斷弓兵喔 會斷弓兵的原因是因為他單純沒資源 為什麼會沒資源 是因為這邊金要雙射箭場 一直出小工的話 一定要補到8個人挖金喔 那待會 生出來的村民喔 才會繼續補黃金喔 那一開始出其實會補 4到5隻村民喔 去挖黃金的動作 那這邊是細節部分喔 我們之後再來細彈 好那這邊極速小工 已經是第一時間要出門 但出門的話通常會配一隻長槍兵喔 那這邊其實恰爾沒有按長槍兵有點尷尬 如果對手後 內加是打一個極限漏馬 有可能會被收掉 因為他這個打法的話 其實沒辦法第一時間去點下A級4喔 是很容易被吃掉的一個狀況 所以日本恰爾打這個戰術的話 要特別小心對方的弱馬極速開 的一個問題喔 因為弱馬極速開的話 很有可能會直接先行吃掉 有沒有 數量很多了 極速開的一個問題 好但是這邊其實對手第一時間沒有抓到 法蘭西這邊刺口直接掠過了 沒有抓到對手的弓兵的動態 那這邊後方 這個黃色 驅著羅倫已經派了一些刺口 過來幫忙 那這邊極速小工給的壓力很大 這邊弓兵非常大量 直接開始射擊動作了 這邊直接逼走一村 你看這邊 血量掉的很快速喔 這邊弓兵部分 就有一弓了 好這邊終於點下一弓了 有一級射之後 就會比較沒那麼怕弱馬 那這個極速小工的一個問題喔 就是家裡要怎麼防守 因為對手其實 一手比亞也已經派工兵到家裡了 那這邊果子也沒吃喔 直接棄果 然後插箭塔 手巾跟木頭 那這邊可能要稍微圍一下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這裡沒有選擇圍 因為打一個極限小工的話 木頭是很缺的 好那這邊果然喔 日本隊稍微拿到一點優勢 真不愧是每天都在打阿拉伯4打4的 國家 基本上去打日本田梯就只有阿拉伯 可以打 黑森林很少人打 游牧也是喔 他們很喜歡打這種很硬的 比賽 好那下方果然 日本隊也拿到一點優勢喔 但是目前看起來恰投這邊 打法並沒有非常的 硬喔 他沒有這麼硬要打 打對手家裡喔 反正是選擇去追 伊索比亞這邊喔 但我覺得這邊追有點尷尬喔 我覺得不應該追的 這邊其實要分個小量的小工去追就好了 然後這邊組隊喔 再繼續去騷擾就好了 因為這裡很冥想 伊索比亞是要用這個小工 去神錄到紫色家裡喔 然後逼迫 讓恰投 跟他的內甲 去追逐他們 那我覺得這邊就有點陷入敵人的陷阱 不應該這樣打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這邊驅逐弱人很明顯有這個駱駝 駱駝的優勢在喔 那個洛瑪就能開打起來喔 基本上其實弓兵收掉喔 恰投也不用拉這麼多弓兵喔 來打 即使靠他內甲驅逐弱人就可以收掉這一坨弓兵跟 刺猴的部分 好那這邊看 對手 不是對手 高敏這邊也是 受到一點壓力喔 一定要來圍一下了 那只要一圍的話 這邊木頭就會少 這個農田可能就不用怕撒那麼多 但是他這邊 潛艇已經撒了蠻多的啦 已經不虧了 這時候再圍應該也算是不會到 虧到哪裡去的一個狀況 好那敲到這邊已經拿到了一個 首發的一個 發球的一個 時間點了 現在主動權是在 日本隊這邊 所以日本這邊我覺得要盡早的 去繼續騷擾 對手會比較好 那這邊第二坨弓兵開始出門 那下方的日本隊也沒有一直照進喔 反正是守到這個高地上 看一下對手有沒有直接過來 那我覺得日本隊現在打的方式 我覺得可能是上一場比賽吧 讓他們有點不太敢這麼容易喔 去進攻丹麥隊喔 因為丹麥隊剛剛比賽也是打得非常犀利喔 這個戰術都很到位了 然後日本一下就被打垮了 所以他們現在也不太敢這麼魯莽喔 開始有點轉成保守的心態喔 但是我覺得在他們 比較熟悉的場勢中 打這種保守反而不好喔 可能要繼續打一下偏激進一點 更好一點 正所謂你有自信的時候 就應該表現出來 畢竟 這個圖是他們最熟悉的 好那這邊 直接上去硬吃 法蘭克 後面伺候想要去打 恰陀加里 所以這邊只能一個人喔 利索比亞一個人獨自對抗這些肉馬跟小公 但這邊好像沒有搭配得很好 其實肉馬損失的也是有一定的數量 這邊直接在熟村一波 但是這邊可能被抓掉一村了 這邊法蘭克打得不錯 左邊這邊進攻的部分也是相當的慢喔 左邊避免也沒有大開戰喔 打完打完之後就撤退喔 就是沒有直接傷到經濟喔 這邊直接 喔唷又打到了一些村民 看來丹麥隊也是很強的喔 看來這種很硬的地圖也是 也有稍微練過的 那我覺得台灣的部分喔 對於阿拉伯來說 可能就沒有這麼的熟悉喔 我每次去到台灣的那個 約戰區喔 大家都是想要打這個什麼游牧 但我覺得每次打游牧就很無聊 因為靠賽的機率太高了 這是打趣味性的 我個人還是比較希望喔可以打團戰四打四阿拉伯 即使很快就被滅掉喔 或是直接蠟炒喔 都可以沒有關係 所以我是蠻希望喔 台灣也可以發展出類似游牧的那種形態喔 大家直接來打四打四阿拉伯 好練習基本功喔 還有這個觀念喔 這是我比較追求的一點 所以很多人會問我說為什麼我都不喜歡打台灣的 游牧喔 最主要原因是這樣子喔 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打日本的 四打四的阿拉伯 更有趣一點 而且也比較靠更靠實力一些 看到這個判斷 即使我很少打這個世紀帝國的團戰喔 我也可以 怎麼說 勝率繼續保持喔 就是很大原因就是因為我自己打阿拉伯 因為阿拉伯基本功你有的話 你不管打什麼圖 都不會超到哪去喔 除非遇到一些特殊的打法 可能就很難防 好這是一個打阿拉伯四打四的一個問題喔 就是基本功會很好 但是就是 你打其他特殊的方式的時候 你的這個觀念很容易轉不過來 好那這邊日本隊 去的羅倫進去到利索比亞家裡繼續做騷擾 恰頭這邊工兵沒有繼續在生涯了 反而是回到家裡開始歸農了 因為這邊大部分玩家已經上到了城堡時代 工兵不要隨意出去比較好 因為可能一出就被騎士吃掉的可能性是有的 所以這邊至少家裡要存到這個工兵 升到這個城堡時代 有奴兵的情況下才比較好 好那下方日本隊這邊就掌握到一個 timing點 升到城堡時代工兵一出來 直接跟對方對射 但是單半隊這邊也即時的升級 大量的奴兵有二級射跟奴兵的升級 兩邊都是升級二級攻 後面有更多工兵鼓了過來 但這邊第一時間是要來處理這邊赤猴 這邊赤猴已經砍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這邊赤猴已經大功告成 已經賺翻了 日本隊這邊村民居然沒有反超 村民術居然還稍微少了一點點 大妹對這邊的一個反制 也是打得非常好 你前面雖然被打 但是後面的 內加的一個刺猴一直到他們家的後面一直在騷擾 所以導致日本隊雖然前期這邊感覺好像賺到了一些 但其實剛好被校正回歸村民術而已 村民術並沒有被拉開太多 日本隊這邊其實沒有賺到太多的感覺 那我覺得下面可能要退囉 這一波再繼續打下去日本隊可能會輸 因為高敏這邊上城堡時代時間有點偏晚 二級防禦才該點下 騎士數量是不及於 丹麥隊的 西西這邊是有一定優勢帶的 那這邊恰特 日本隊工兵 工兵從下面出門 這邊是有看到 有看到有看到 凡克這邊大量的騎士在這邊 那這邊內加的驅逐羅倫 駱駝開始出了 工兵果然在做撤退了 因為有意識到自己內加騎士數量不夠多的地方 就要先撤退了 這就是日本他們對於阿拉伯的一個理解 就是細節部分會觀察到 進攻時間點 還有該進攻跟防守的時間 可進可退 可進可守 應該這樣講 可攻可守 應該這樣講 有些成語我真的不太熟 在日本的環境打太久了 很容易忘記一些成語的用法 還有這個用詞 很容易會顛倒 那下方的一個 工兵路線呢 要繼續往後守的話 我覺得對日本隊來說 並不是一件好事喔 因為你一直沒有辦法傷到對方的經濟 但是對方可以一直嘗試 打到你的經濟一個重區 然後讓你受到重創 但是同時也是有點 有點在賭的感覺 丹麥隊 丹麥隊這邊賭的時候也沒有拉太多工兵喔 你看這邊只有十隻工兵喔 其實大部分都是騎士喔 騎士的好處 好處的地方就是可以即時撤退 但是工兵卻不行 所以這邊投資少量工兵 然後這邊上高地喔 這邊要轉小洞了 這邊會直接上高地 然後騎士在正面開打 居著羅人跟高敏的騎士加路頭的組合 直接點了上去 第一時間鑽上了這個小洞 下方的騎士也在努力防守 但是西西並沒有捨棄掉工兵隊友 但是掐頭這邊拉太多工兵來防守 好像有點尷尬 前線不應該這樣子直接棄手 雖然這邊 這波打贏了 但是下方 哇 瑪雅這邊沒有即時撤退啊 直接讓對手有一個 直接吃掉這一坨弩兵的機會了 但是這邊即時驅逐的羅人隊友即時趕到 但是這邊工兵已經損失了一半左右的數量 但是瑪雅這邊第一時間還是在對對方的 弓兵造成大量傷害 中國這邊的 弓兵的數量也是大量減少了 好那這邊少量的 瑪雅的攻堅手有活了下來 好這邊日本隊直接 四國集結 同心協力 抗敵成功了 但是恰頭的一個問題就是 家裡的弓兵其實不多了 因為拉了太多工兵去做 追擊的動作了 所以這邊恰頭可能家裡要小心一點 或是要補下更多射箭場 去補足家裡的工兵 不足的一個問題 這邊就很危險了 你現在工兵要走回家 是很尷尬的事情 那不如就把這頭工兵繼續往前 家裡能守就守 不然就挖石頭買一棟城堡出來 插在家裡死守也可以 那如果是買石頭的情況下 可能會害到隊友 因為家裡的區的羅人 可能沒辦法一個人打兩個 他們可能會直接轉去打你們那一家 也是有可能 所以你說 在家裡插箭塔 或是插城堡防守的話 是可行的 但是同時也是賣隊友的一個做法 所以最可行的方法就是 直接爆更多的射箭場 爆出更多的工兵 這是更 更安全的方式 好那這邊恰頭也是稍微出來打了一下 但是其實數量上很明顯是不夠的 但是區的羅人現在有足夠的駱駝 可以壓制嗎 而且駱駝是很怕箭矢的 所以這邊恰頭趕快第一時間有去射後方的工兵 工兵只要以射贏的話 基本上法蘭克人是毫無招架之力的 好這邊看起來打的數量還是OK 法蘭克果然直接被吃光光 但是恰頭的工兵也是被吃得差不多 對手工兵也只剩下三隻的數量 哇恰頭這邊點射點得很棒 雖然自己工兵全部犧牲掉了 但是把最困難的工兵問題也解決掉了 好那下班的恰頭工兵也是在處理 現在恰頭打一個雙線部分 雖然分數是最後一名但是我認為恰頭並不是沒做到事情 反而是最努力的那位玩家 加阿里跟下方的戰線兩邊都在打 而且上盤還守住了 好那這邊可能要稍微退一下 因為其實數量不太夠 這邊騎兵數量點少 最熟悉性的騎士直接貼了上來 要讓恰頭的工兵數量直接銳減到了一半 本來有快要將近30隻的工兵直接瞬間少到剩下10隻左右 但是上方蠻雅的工兵也還在努力輸出對抗中國的奴兵 但是後方的高免的騎士數量一直沒有辦法一直狂傷補過來 這個主要原因是因為3T7隻在運轉的開始 所以他騎士沒有辦法一直補上來 好那高免的臭兵數現在來到70隻 但是對手 琴瑟希希的臭兵數有明顯的優勢 76隻 經濟上來說還是比較好一點 因為畢竟七七蟻人的農田本來就有這個農田加成的關係 先進會比高敏好傷一些一些的感覺 但我覺得其實高敏也蠻好的 這邊就有點打的怪怪的 好那上方這邊 恰頭補出了4個射箭場 這邊果然要開始補家裡的射箭場數量 開始有點打不贏了 這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問題 恰頭遇到的問題就是阿拉伯很常見的外加問題 當你要拉這麼多工兵去幫隊友的時候 那你勢必家裡會很空虛 那對手也知道這一點 對手就會扣隊友說 他工兵全部都在下面 趕快去弄他家 弄他家的話就是妖手 結果這邊驅著羅倫直接硬上 把拖子車直接吃了 後面大量的 法蘭克的 騎士也是直接被吃光 但是後方工兵過來 可是工兵打駱駝很痛 你看駱駝血量掉得非常快速啊 這邊只能撤退了 V正一下 我覺得這邊驅著羅倫有點上太早 他可能覺得一個人可以解決掉 但殊不知工兵的數量 還是有點多的 高達20隻的情況下 就很容易可以吃掉一整坨的 弱駝 還有騎兵 這邊瑪雅的工兵數量來到28隻 其實下方都是打的你來我往都差不多 但是這邊第一時間 中國點下帝王時代升級 但是比帝王時代更早的是 瑪雅這邊 瑪雅這邊居然已經點帝王 沒想到這邊更早 真不愧是有折扣優勢 五射箭場還可以打成這樣子 好那 線上帝王的話 這邊會不會打個帝王升級 這邊趕快點下強弩 還有三級射 還有化學 這邊頭要小心喔 掐頭絕對不能在這邊失誤 一失誤 國家背就沒得打了 這邊躲一下 躲得很棒 這邊 預判錯誤位置 這邊對射一下 這個可以回頭再打一下 騎日本掐頭在這邊再丟一下 哎呀沒有空 這邊現在在空了 啊這邊空就沒什麼太大意義了 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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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車砸一下 OK 頭車這邊 可以做事喔 但是要小心反打 這個反打危險 差一點都被收掉了 這個是頭車在互換的時候的一個細節 什麼時候該打什麼時候不該打 這個是一個經驗 上樓 很明顯可以看出來的一個細節 好 那這邊大量的 騎士喔 兩邊都是很大量的攻兵跟騎士 你要爆出這麼多攻兵跟騎士喔 就是基本攻的一個範疇 OK這邊直接對射 射一下射一下 往上能走得上去嗎 我覺得日本隊現在有絕對優勢喔 強弩也上了 三級防也上 霸雪點下去了 我覺得可以再繼續往前 但日本隊上方這邊已經做一個開打 法蘭特這邊拿到一個絕對性的優勢 數量上直接擰壓對手 掐頭這邊的攻兵全部被吃光 駱駝也是直接全部暴斃 家裡的話攻兵數量其實不多 這邊可能要趕快回家防守 這邊毒口了 那最好的話 家裡趕快挖個石頭 去蓋個城堡防守 但如果現在挖石頭防守的話 又遇到剛剛的問題 又會變成賣隊我的問題 應該最好的是 趕快洽頭 趕快上到帝王時代 去做一個升強弩動作 但是他的經濟感覺是不允許的 現在洽頭的經濟其實很慘喔 因為他只有單TC在打而已喔 不像下方瑪雅 3TC開農 已經溫溫到帝王時代了 高敏這邊的工兵 不是 騎兵也是在努力在進攻 這邊工兵上面非常大量在做集結 但是 中國也終於到了帝王時代 這邊應該是在等CC裡上帝王 轉成縱裝騎士的時候才會做反打 這個時間就是 瑪雅下面的一個 偷經濟的時間喔 可以讓他繼續偷 偷對方經濟喔 但是他趕快掌握時間喔 留給他們時間其實不多了 這邊下面要開打了嗎 好這邊 還沒有轉成縱裝騎士 直接上來 貼了上來 大量的一個騎士上來後 後方也有很多的工兵在做一個輸出 好那我這邊也來看一下雙方的血量掉的如何喔 好那這邊血量兩邊可以看到 下邊有3600滴 3300滴血 但是這邊 瑪雅 工兵數量還是不錯 還有48隻 但是騎士的數量他也變少 只剩6隻 雙方騎士數量都剩很慘的狀況 但是這邊已經 已經拿到非常足夠的時間喔 但是這邊敲到這邊沒控好 直接原地開走 哎呀直接送光了 這邊 直恰頭 這邊 瑪雅出現了一個失誤喔 突然送光了自己的工兵 日本隊 這邊 有點 有點 落賽了 瑪雅這邊出現了一個巨大失誤喔 往前走沒再輸出 好那下方這邊 哇靠法蘭克直接直擊高敏 高敏直接 潰敗家裡沒剩多少兵可以防守 但第一時間驅著羅倫也沒有派兵去 去高敏家裡防守 那法蘭克這邊打雙線喔 這邊直接來攻擊虛卓倫的家裡之外呢 反 高敏的家裡也是被拖了一波 這邊也沒有即時收穿被打了很多 完蛋了 哇這邊 日本隊出現一個溝通的上的問題 也是 丹麥這一隊喔 這個打法也是相當實力喔 直接掠過 恰頭 他們可能覺得恰頭可能已經半死不慘了吧 經濟很慘的感覺 確實也是 恰頭現在這邊 由於開個多線關係喔 工兵算數量很多 但是只要已被擊垮之後 後面經濟很難再補了上來 因為你要再打到軍事跟機器上的平和 其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又像瑪雅這樣子 邊出射箭場工兵之外 還要在3TC開農 是比較OK一點的 但是恰頭這邊剛由於打雙線的關係喔 所以沒辦法一時之間爆出太大量的經濟喔 去做個防守 或是經濟爆的一個問題點 目前看起來日本隊只有下方拿到稍微小小的優勢 但是下方這邊優勢剛剛也被瑪雅送掉了 那這邊如果恰頭這邊上面要再繼續打的話 可能要搬家囉 因為這邊直接蓋臉商寶的話基本上是沒救了 因為恰頭這邊還在城堡時代 到帝王時代還有一段距離 這邊雖然肉量 黃金還差一點點 但我已經缺金囉 那邊765 現在只用靠買賣 好恰頭買賣一波黃金之後點帝王時代 但城堡一起來這個 這個TC能即時的 點帝王嗎 用後面的點帝王 好那瑪雅下方 還在努力的狗 用後方TC點下帝王時代 那高綿這邊來到了他比較無力的時期喔 因為重裝騎士只有這個基本的 基本款喔140血 12加4公 三級公再點完的話12加4而已 那防禦技能上也點完了 高綿的話他的優勢期喔 已經慢慢度過了 那越來越後期的話他會越來越無力喔 到了正能大後期支援比較充裕的時候 整個大象對高敏來說是比較好一點的 好那這邊 公兵 恰頭公兵 在往驅逐羅倫家裡做一個撤退嗎 還是做防守呢 這邊 日本隊有點太過深入了 我覺得日本隊好像要撤退一下比較好 這邊慢慢把沈默往前蓋給推手壓力 然後自己的羽射手也出出來了 好那這坨公兵是恰頭最後的防線喔 對方192游侠已經出關了 三攻三法192 這就是法蘭克的招牌 有人會說這個游侠只多12滴血為什麼會那麼強 那主要呢 C第五這個遊戲最厲害的地方就是血量 你只要血量一多 就容易存活下來 那你只要多存活下來的機會 就可以多打一點傷害喔 畢竟死人是沒有輸出的 但游侠是有的 這就是為什麼192游侠會這麼強勢 雖然他攻擊力沒有特別高 但血量夠高的一個問題 就讓他存活率 存活率就夠高 可以多擋個一刀或是兩刀 然後造成這個戰局直接 改變戰局的數量 那上方強弩 直接碾壓過去 果然恰頭要開始往後撤了 因為他這邊真的沒有太多的經濟防禦 經濟實在太慘了 村民樹有56撐而已 但是其他隊友村民樹還在保持在100多村左右 所以基金來說不會太差 但是第二波192游侠又直接撿了過來 哇高棉感覺現在是在 第一次在打三家的感覺喔 要對付法蘭克游侠之外 還要對付瑪雅前線的中國 還有後放西西里 但是日本對這邊沒想到會打得這麼慘喔 我想說日本對阿拉伯的一個經驗來說應該是蠻不錯的喔 但沒想到他們現在打成這樣子讓我有點意外喔 當然也是我沒看過這場比賽的關係啦 我只能用我的自己的感覺喔 去預判這場 我前面好像講的是什麼 好像在把我們插起一樣 好 這邊192游侠過來保護隊友的 E-Sophia的強弩 但是這邊E大嗎 我覺得恰頭有點危險喔 這邊可能會去追恰頭的工兵 但是後面有驅逐羅倫的 弱駝過來救一下 中裝弱駝 好這邊看起來 恰頭的弓兵被拯救到了 但是後方 E-Sophia的弓兵繼續補路過來 射這些弱駝的效果還是很好 那正面的話 由於沒有高米的中裝騎士來防守的關係 所以正面 瑪雅的一個 弓兵應該是潰敗了喔 直接被騎士吃光喔 全部的弓兵跟 村民都只能躲在城堡裡面 瑟瑟發抖 你看村民直接一出來 直接被衝爆 哇瑪雅這邊直接 一個擋兩張擋得很辛苦 但中間這邊又很多的192游侠在做一個輸出 這邊他打下有點困難的感覺 但是兵力一直往這邊補 好恰頭這邊上到了地龍時代 當然是到地龍時代的恰頭也沒有多餘的黃金可以升級強弩喔 狗兵還是在弩兵喔 完蛋了 哇我覺得恰頭太慘 黃金也不夠用 下方這邊衝車大量直接出來 中國的超級大衝車來了 中國厲害的地方就是還有大衝車喔 有床奴 強奴大衝車拇指環 還有重裝騎士 還有這個重裝駱駝 還有這個 奴炮傷害加成 還有這個諸葛蓮姆可以用 這個是為什麼中國這個文苗一直都是強勢文苗 但是不適合新手 這個開局方式中國實在太複雜了 好那目前恰頭的家裏基本上是了不明生 沒什麼東西可以打 好那這邊趕快升強弩 欸結果這邊是戰矛升級喔不是強弩 尷尬 結果下面稍微讓驅著羅倫人來擋下這邊的遊俠 不是遊俠 西西里鎖指甲騎士喔 稍微擋住了 然後這邊還稍微被修起來 這個居然被擋下來 哇我以為這個城堡會被收掉 瑪瑪這邊連環寶的一個防守 居然在最後兩個城堡的時候手下 最後三個才對 好那這邊 可以讓日本隊稍微喘息一下 但是我覺得對現在的情況 對日本隊還是非常不樂觀的 因為丹麥隊現在這邊 已經開始在跑貿易了 貿易車隊已經開始暗了 只有藍色還沒開始暗之外 其他的三角都已經開始在跑貿易了 但日本隊這邊也是要知道跑貿易的 但是 由於恰頭已經沒有黃金的關係 要跑貿易車隊是有點困難的 那這邊可能恰頭要給隊友 給恰頭一點支援 開始跑貿易比較好 但現在隊友也自己支援很吃緊 給太多支援的話又很容易守不住 好這邊終於補下拇指環的升級 這邊開始轉戰矛 戰矛的話就可以克制對手的一個 利索比亞的弓兵的問題 但是是無法解決對手 192游俠還有這個清奇病的一個詞 進攻的問題 這就是戰矛沒法打馬國的原因 這個數值來說 絕對是打不贏的 還有這個攻速方面 所以這邊如果要打馬的話 驅逐羅倫就只能自救 出更多的駱駝 但是恰頭這邊可以不用耗費黃金 出這個戰矛邊 去幫忙隊友 這是最好的方法 好那阿拉伯呢 打到這個中期的時候 誰能打到對方的貿易線 誰就贏了 所以我覺得日本對現在的 現在的問題是有點岌岌可危的 這個很容易隨時就被打到貿易線 貿易線就在正後方而已 很快速就可以打到了 尤其是下面 下面這邊只要突破下面這個房子 跟這個石牆 就可以馬上打到了 在這邊橘色有意識到 自己的貿易線太離地人太近了 趕快補一下 好那伊索比亞的弓兵直接上來硬點 但是這裡沒有騎士防守 高敏的騎兵跟大洞馬直接過來硬貼 好那目前四處在著火 欸這邊高敏的大量騎士 直接要來殺到貿易線喔 好這邊是日本隊的最後希望嗎 好那戰線的部分 中間這邊直接一個大開戰 哇伊索比亞這邊 擊兵直接生出來了 至於出弓兵之外還出擊兵 這個就很難慘喔 沒辦法用大陰兵走 就輕輕鬆掉 輕輕鬆掉對手 好恰頭黃金一樣很慘 但木頭蠻多的 恰頭能不能復果是個關鍵喔 因為貝金不能一直三打四喔 一定要靠恰頭這邊回鍋 戰力才行 好這邊高敏直接到了後方 大量的東西直接開打村民 村民這邊法蘭克 後面直接被重創 喔村民掉的其實蠻快的 好但是依舊的遊俠看到 恰頭的弓兵直接上去硬貼 這邊驅逐羅人即時來拯救 但是駱駝數量其實沒有很多 但是也夠了 這邊直接入境城堡 要增加這個箭矢傷害 好下方的強母軍隊也是想要進攻 我們看一下左邊喔 左邊這邊瑪雅稍微守住了自己陣線之後 中國也在慢慢跑貓易的關係 所以攻擊並沒有那麼強勢喔 貓易是需要跑一段時間 才會繼續讓自己的黃金喔 戰力更上一層肉 對現在兩邊有一點進入貿易期喔 都不會進入一個 太大的一個動作 因為在這邊誰只要一躁動 軍隊直接一門 很有可能直接GG了 所以只要意識到對方軍隊 沒辦法一時拿下 還是會這樣子 一直進進出出 跳恰恰 一下打進去一下退出來 的一個狀況 好但是如果再經過個 5分鐘至10分鐘 可能就會出現決戰了 因為這邊貿易線 待會就可以跑起經濟來了 這就是阿拉伯一個後期的重點 你這邊 跑貿易的時候 絕對不能把自己的主力全部送掉 好那目前法蘭克看起來 還是比較猛的 192游俠 活著的人才有輸出 法蘭克的游俠 告訴你的這個 殘酷的事實 死人是沒有輸出了 好大家一定覺得我在講幹話 但是很多人卻 真是很多人不知道 這個這個道理的 血量多的優勢就是這樣子 沒有什麼太大原因 就是 單純就是死人沒輸出而已 好 那下方這邊 喔 西西里手指甲也點好了 2加6 好那現在西西里手指甲騎兵 開始有做出一些效果 但中間戰場還是打得非常的誇張 中國的強武加上 一手必要的強武直接中間開射 變成一個非常強勢的中間力量 這邊只要他們攻兵不倒 這個攻勢還可以再繼續持續下去 恰投這邊終於 村民術要來到了100村民大關 後面的戰王兵也有效克制對手的一個強弩 但是經濟上他還是要去跑一下貿易 喔終於有在跑了 第一台貿易車隊恰投開始在跑了 那如果開始跑起貿易的話 日本隊就還有希望 好那這邊高明已經做到非常多事情 他的重裝騎士已經到處在騷擾 還有這些漏馬也是 我覺得已經做得很棒 這邊砍了非常多村民 日本隊的村民現在已經反超了 現在單賣隊484村 對上520村左右 日本隊現在反超村民40村 經濟上來說有一定的優勢在 所以現在看到這邊單賣隊村民10村民 軍事單位開始有點簡弱的一個跡象 第一時間是要去手下高明在家裡的一個威脅 除此之外他們也要分血兵去對手家裡防守 但是日本隊這邊防守還是比較精巧一點的 有放一些城堡在家裡防守之外 工兵跟一些單位有去追逐的動作 那這邊西西里直接把左邊 高明這邊伐木的村民全部塗掉 目前 瑪雅這邊村民也是有點偏少 只有90村 但是貿易車隊一直有在按 所以這邊時間在越跑越久的話 我覺得 日本隊 還是有很大的機會可以逆轉 好那這邊有點危險囉 這邊戰毛並沒有其他的單位做防守 可能要先撤退 好但是驅逐羅倫這邊 黃金還是不太夠 41台貿易車隊在跑了 但是還是要點按漏嘛 黃金太缺了 好這邊黃金全部花掉 好那瑪雅與射手 還是繼續輸出 這邊補一個城堡 要來確保墓區 跟這個高明的出兵點 不要被受到騷了 好這邊部隊 伊索比亞跟中國 兩隊的強裸直接集結 這裡要直接攻城器 硬拆城堡開始攻堅了 這邊的話 西西里跟法蘭克 最好是帶集結在這邊喔 然後用少量的騎士去騷擾會比較好 這邊是兩隊一個集結點喔 這裡是關鍵喔 右邊城堡要稍微狗一下比較好 這邊沒有人出火炮的關係 這兩台巨型投石機 有點算是無雙的狀態 只要攻兵不倒 沒有人可以傷害得到 這兩台巨型投石機 好那我覺得 現在瑪雅還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趕快用這個羽射手 跑到後方去射貿易車隊喔 羽射手跑的速度很快喔 基本上可以當馬弓使用 而且射擊速度基本上是 比馬弓還要再快上一點點 而且血量上來說也是蠻多喔 65滴血 雖然沒有比馬弓還要多啦 但是他的這個造價非常便宜 我覺得這邊不應該 繼續 在這邊 繼續再浪費時間喔 結果這邊出現了破戰 後方居然出現了缺口 第一時間高敏在後方直接處理掉兩台巨型投石機 這邊 居然有一個希望 終於守住了 城堡只剩下1000滴血 但是這邊高敏這個包夾打得很不錯 中間戰場的強弩 有點被包夾的問題 但是其實 日本兩家的馬國也沒有太多的後續可以繼續出馬了 經濟上有點見底 好強弩加上戰矛 又再繼續輸出 下方的一個戰矛兵也在打 欸尷尬了尷尬了 這看起來不太妙 日本隊 中間電頭強弩依舊沒有辦法解決掉 沒有人出任何的火炮 跟投石車喔 就會變成這個畫面 那投石車的部分 還要升級中頭 才可以有效打擊後方這些的 弓兵喔 不然就只用 用戰矛 或是這個弓兵喔 或是騎兵 一直一直慢慢拿下 結果花時間就比較久一點 我覺得這邊有人按一隻火炮的話 這個戰局會馬上改變 但是曲折羅倫這邊突然爆出了33隻的 沙騎馬兵喔 看來要來 決心要來收招這坨中間的這坨弓兵喔 那沙騎馬一出的話 這邊要處理有效的話只能靠高免喔 因為駱駝數量還是要再處理一下比較好 那這邊駱駝還是有在擋 但是這邊駱駝吃到 電池傷害很痛 數量消減速非常快速 後面站毛兵 恰頭還是在繼續輸出點射動作 這邊強弓終於有稍微削減了一些數量了 日本隊這邊反打開始有成效出現 那左邊這邊 瑪雅還是很努力抵抗一久 優俠跟索之甲 索之甲的重裝騎士喔 西西里 如果是用瑪雅與射手去射西西里的重裝騎士的話 其實只會射一滴血 所以這個瑪雅與射手可能要再搭配一些疾兵防守會比較好一點 日本隊這邊經濟來到了560川 經濟最好是日本 他們對村民上也有開始慢慢變好的跡象 果然還是有與射手 去射這個貿易車隊 來了來了 日本最會的偷貿易喔 果然與射手就是要這樣打 OK但這個時間跑得太快了 沒辦法去阻止 這邊只要跑到最後面的貿易車隊的話就有機會喔 但其實他們貿易車隊是跑到中間這裡 他們跑是在這個地區耶 這邊貿易車隊是很多了 後方貿易車隊是不是主力 但是還是可以射到一些 回到正面戰場 這邊戰場恰頭也是繼續往前點這些攻兵 正面的強奴部隊被日本隊 扎扎死子的打了回去 這邊丹麥隊貿易被受創之外 正面也開始被擊退了 但是後方有西西里的重裝騎士在做騷擾 好 那這邊可能要扣一下驅逐人來處理比較好 但驅逐人剛剛已經投資了大量的殺騎馬 去解決中間的強奴的關係 所以第一時間沒有辦法爆出太多的駱駝 去支援下方騷擾貿易車隊的經濟狀況 所以這邊可能還是要靠瑪雅一個人 一己之力去防守 才有機會喔 去守下這個貿易隊 好那這邊 日本隊開始慢慢有這個機會了 欸第二坨 與射手出發了 有了有了 這個就是日本 阿拉伯斯達士最常看到的情況 帝王時代一直在用這個馬弓喔 或是機動性的弓兵喔 去後面喔 騷擾 這是他們最常看到的一個戰術喔 好 日本 日本這邊 欸 停下來了嗎 這邊擋住 欸擋得不錯 因為後面已經有蓋好10槍喔 第一時間也沒辦法深入進去 好那這一波沒辦法進去的話 日本隊還有機會嗎 好正面戰場的話 其實開始轉出 哎呀 高綿果然還是要轉大象喔 那這邊高相直接轉出 精銳之後 血量再提升個檔次到300多滴 好看一下320滴果然 好300滴 那待會呢 再點下這個毛相符喔 攻擊還是加3喔 攻擊也可以來到21攻擊力的傷害喔 這個就是 高綿的一個重點 結果掐頭這邊怎麼深入到貿易隊直接蓋城堡的 他怎麼進去的 他這裡有洞耶 不對啊 他怎麼進去了 掐頭這邊一個精彩的深入戰喔 直接進去裡面斷貿易喔 這個有點像我們台灣B隊喔 直接打登陸戰插城堡的景象 這邊日本隊直接迎來了轉機 家裡的貿易線也是好好的跑著 但是對手家裡這邊城堡已經開始被入侵起來了 這裡的城堡能及時趕到嗎 後面192游侠加上一些親其名過來及時支援 那第一時間這個城堡好像有點難阻止得了 後面越來越多東西來入侵了 瑪雅的魚射手這邊已經嘗試找個破口進去 但是這邊已經圍好了 好下方這邊成為了丹麥的一個重點 丹麥要是這一波打不進去的話就GG了 現在在日本A隊 區的羅人 高綿 瑪雅 要全力死守下方的戰線 才有機會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只要上方城堡能蓋起來 這裡守住的話 基本上就是日本隊的勝利了 所以丹麥A隊也要全力的把兵全部往進一派 上方只能靠192游侠去才會嘗試去阻止了 好但是這邊瑪雅的射手數量其實有點多 但是城堡的血量7000多血 後面很多村民在修理 但是好像有點難拿下來 衝車的血量還有70幾滴 如果能守住這座城堡 就有機會了 這邊血量有點拉不太回來了 村民要被砍了 完蛋 這邊大象還是很努力 想要過來做防守 衝車部分還是有機會可以拿下 這邊日本隊有點潰敗了 要再做第二波集結 才有機會可以守住 那我們來看一下上方 上方這邊 恰巧 軍事有點全部慘敗 但是後方的疾病的數量還在蓄起來了 這裡只要 只要拿下更多使劍的話 日本隊就有機會了 那高敏的大象 還在前線開擋 這時候打氣息 手指甲真的是太難過了 但是這邊衝車來到了 最關鍵的地方 城牆上開衝 趕快拉血大象去擋 這邊疾病終於出來了 疾病開始擋了192遊俠 最後一座城堡能守住嗎 後面的疾病按的有點多 剩下三隻村民在這裡 第一時間 這邊村民有點撞到遊俠的 尷尬尷尬數量不夠多 其實有點危險 下方羽射手終於擋了出去 下方戰線也守住了 日本城東守住了貿易線 羽射手的話要這邊繼續往前了 哇這邊很難打 這邊 西西里鎖指甲只能靠大象跟弱者 這裡與射手搞得去硬點強弩會比較好 完蛋完蛋完蛋 這邊日本有點空不太過來了 很忙很忙 完蛋 看日本上方兩座城堡直接被192遊俠加上後方巽頭石機全部砸光了 日本隊還有機會拿下這場勝利嗎 雖然感覺還是有點重創到了 丹麥的經濟 但是這邊又被打了回去有點尷尬 日本隊這邊還能在一起嗎 我覺得有點偏拉 雖然日本隊現在分數領先大約一萬多分 但是村民術有贏耶 有贏一百 好像難說 日本隊幾乎還是蠻大的 那目前看一下大價存款 大價存款的話 其實丹麥隊的金黃已經庫存不多了 但日本隊這邊好一千多了 驅逐輪好一千多 然後其他人經濟也是不錯 而且恰頭這邊 貿易車隊來到三十幾台 經濟也是開始慢慢穩健的發展 中間 方便大象開始反推 哇下方這邊守住 又可以攻擊反攻的號角 但是問題回到了恰頭身上 恰頭這邊其實沒有太多兵可以防守 家裡的狀況 驅逐輪人也是 那現在192遊俠就可以直接瞬間南下 做一個進攻 但是這邊要打到驅逐輪人家裡 是一段時間 這邊他們有點浪費時間 在打這邊恰頭的一個建築物 這邊不應該這樣打的 這邊要趕快拉到打驅逐輪人家裡才對 這邊怎麼在拆這邊建築物有點怪怪的 好這邊高便直接 數量開始穩定了 數量異多的話就不好處理了 正面西西里的騎士是完全打不贏的狀況 好那弓兵也是在後方做輸出 馬來亞這邊看起來 一開始穩定的起來 數量也是很多 這邊數量有六十幾隻喔 好那回到上面這邊 這邊有大量的疾兵喔 還有這個駱駝 那感覺上日本應該是穩啦 我只能說穩啦 應該不會太慘 基本上現在要打回去 應該時間 時間上的問題而已 因為剛剛丹麥有一段段經的關係喔 導致他們現在中間 可以進攻的兵力 其實是不多的喔 但是日本這邊 就像看到丹麥殺過來喔 自己還可以用自己的 自身強大的經濟 再撵回去喔 然後我覺得應該是穩 日本隊應該是穩 這一場真的是有來有往 還以為日本隊要被按在地上打 結果在帝王時代後期又被打了 又打了回去 這場有點精彩 雖然這場打了一個多小時 但我覺得日本隊應該是聖盾在握了 下方這邊高免戰相 沒人擋得住 馬尾射手有足夠的集中性 基本上只要城牆一破 這邊落進去 日本隊就贏了 該不會吧 這裡就是關鍵喔 有了有了有了 日本隊的關鍵出現了 哇這邊居然有個洞沒有發現 這邊不要理這些騎士了 走了走了走了 直接走了 不要理了不要理了 趕快去找貿易車隊 可是這邊有遊俠 這邊是要等這個大象一起進來 哇這個洞 是丹麥隊的一個硬傷了 好那這邊用大象在前面當肉盾 趕快讓工兵去後面輸出喔 這邊瑪雅沒有空 這邊可能在忙其他事情 但是西西這邊疾兵也過來了 這邊工兵喔 趕快去一點 趕快去一點後方疾兵比較重要 大象直接遠地開火 直接 硬踩192游俠 還有疾兵 但疾兵捅大象速度實在太快了 上方驅逐輪的駱駝直接撵了回去 伊索比亞這邊 伊索比亞這邊沒有轉出自己大量的火炮 還有這個投石器喔 所以有點傷啦 這邊沒有投車 導致伊索比亞這邊沒辦法 阻擋住對方的進攻喔 好那恰頭這邊慢慢轉出了火炮塔 開始來堅守這邊戰線 雖然現在出的是垃圾兵喔 待會恰頭這邊經濟再好一點喔 可以再轉出一些黃金兵喔 這樣黃金其實夠多了喔 但是丹麥這邊黃金庫存很明顯是不夠的 好那恰頭 已經恰頭 瑪亞這邊轉出大衝車 大衝車直接開撞可以吸引到非常多的弓箭傷害之外 那對手 這個 這個什麼 有小一定要拉 拉去打這個衝車才行 所以有衝車的弓兵文明都是很強 例如這個 破爛也是喔 破爛也是有大衝車 中國也有 那瑪亞也有 那我覺得弓兵加上大衝車喔 根本就是一個 完美組合 因為撕逼他們近戰單位喔 一定要去拆衝車喔 當然也是可以先打弓兵單位 但是就需要點操作 好那下方這邊 非常多的駱駝 這邊 這邊是怎樣 後面有工程器是不是 喔有火炮 哇有火炮的話就好打多了 真面的大巷子 直接在做 做第二波進攻 反正這邊城牆跟馬舅感覺不太妙 稀稀加上中國最後一波軍隊 在這邊做個集結 雖然丹麥隊的村民開始慢慢轉的上來 但是我不見 我並不認為 丹麥隊的一個優勢會再繼續擴張下去 反而是日本這邊的分數 開始分數 散開了 丹麥隊的一條街喔 哇真不愧是 我想像中的日本隊啊 還本來一度以為我預測錯了 還以為日本隊 會輸 輸在阿拉伯這張地圖 我想說他們每天都在打阿拉伯 怎麼可能輸阿拉伯 對不對 他們經驗上 一定是夠的 哇日本隊越來越有希望了 對不起喔雖然身為一個主播要播放比賽到中立喔 但是 但是我現在又沒辦法維持中立了 我覺得 日本隊這邊打的實在是太好了 後期這邊轉兵騷擾進攻 都有做到一定的 水準 好 那這邊大量的遊俠 躺了起來 但是 這邊直接把這些大象吃掉 非常賺 但是這邊用了三架力量來擋左邊進攻 導致右邊這邊節節敗退喔 那我覺得右邊這邊再深入一次到 與射手再過去一次就直接GG私密打了 這很有可能 這邊好 這邊把這個窄口打破囉 完蛋囉 第二道防線能及時守住嗎 喔這邊 想要守住但是城門直接被尻破 哇屈主羅倫這邊直接變MVP 192游俠看到驅著蘆人的重裝 落鎖只能瑟瑟發抖 怎麼辦 你要跟他打嗎 你不打的話貿易線的話就死守了 死守的話你們就沒了 好左邊這邊雖然被反打了回去 但是他們用盡全部吃奶的力量喔 來擋住這個高敏的大象喔 還有這個與射手進攻 那這邊的話只要吸引足夠多的時間 那目前日本隊喔 左邊這邊只要先守住喔 大象再出多一點 只要守住不進攻也沒問題 接下來就靠掐頭這邊了 還有驅著蘆人 那看起來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這邊越來越深入了越來越來了 OKOK 但是目前丹麥隊也是想要繼續進攻喔 現在但是我覺得他們這邊進攻是沒有意義的 這邊太容易被守下來了 你基本上弓命只要一直往前走 待會一些殺騎馬直接包夾 這邊還是可以吃光的 你離貿易線還太遠了 現在應該是要全力防守貿易線才對 好那左邊這邊有點變恐怖 開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關鍵的局勢喔 下方這邊大量戰毛直接過來硬點 已久了遊俠直接被吃掉 驅著蘆人的 駱駝傷害實在太高了 但是後方還有火炮塔做防守 開砲 咚 沒打到遊俠 再開砲 咚 好 但是被弱的時光喔 火炮只是裝飾 我真的覺得有時候火炮塔有點雷啊 很難打到喔 只有暫停在互靠的時候才會砸到對方單位喔 好這邊再砸一下 哎唷砸到了很痛很痛 有有有有有有痛感了 遊俠就會痛了 好那這邊 恰頭這邊轉出了自己大量經濟喔 恰頭這邊村民術不是用這個無限支援戰術 而是穩殺穩打 暗出村民跟貿易車隊了 所以這邊我覺得 這邊的一個思維不錯 一般人來說都覺得 頭套阿倫喔 只要前期被壓喔 村民術不夠多情況 都要用這個無限支援戰術去打 但是其實打到大後期需要跑貿易的情況下喔 其實無限支援戰術是沒有比較優勢的 因為跑貿易來說或許的金礦 還是比較快一些喔 因為後期最需要的東西就是黃金啦 但相對來說沒辦法取得到石頭也是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考慮喔可以蓋一座就好 那其他一樣蓋村民啊貿易車隊也是個不錯的選手 好那這邊其實五個五炮塔 對手也不太敢一直輕易的貿易進攻喔 因為這個遊俠可能還是會被砸光的 好那這邊更多的駱駝補路過來 大衛來開始繼續進攻 那這邊感覺恰特沒有出黃金幣了 只是出幾邊防守 這個支援是給隊友了嗎 好像是耶 左邊大象已經點了過去 那丹麥這邊只有中國這邊黃金有3000喔 其他人支援都已經不剩1000的黃金了 有些人還剩不到100黃金 有點慘喔 但是這邊依舊 這個火炮塔沒辦法好好處理掉 這邊遊戲有點卡了 雖然兩邊的村民處跟單位有點多了 打到非常大後期的阿拉伯 是蠻可觀的 地圖上到處都是建築物 貿易車都一直在跑 好你們看這邊日本隊裡貿易線非常的近了 只在進步直尺了 好那這邊駱駝要再往後嗎 這邊想要拉一坨防守線 但是來不及了駱駝已經直接到了後方 但後方有一座城堡稍微可以擋住 火炮直接硬拆TC直接拆掉 沒問題 這邊丹麥捐打出了GG 貿易線直接開始被騷擾到了 最後防線守不住 丹麥經濟也起不來 擋不住這場比賽 恭喜日本隊拿下第一場的勝利 哇 雖然這場打了一個小時又25分鐘 但是後期這個大決戰打得非常漂亮 後期高明果然還是要靠這個毛相符 不然靠這個重裝騎士就是打不太贏後期 這個毛相符一出來之後 戰局格局完全改變 這個本來有優勢的192遊俠 還有這個西西里的鎖之甲騎士 瞬間被打回了原型 那也多虧驅著羅倫的重裝駱駝的一個資源 導致192遊俠的發揮 並沒有那麼好 那西西里鎖之甲也是 雖然西西里鎖之甲打這個瑪雅與射手 非常好用 打一下只有一滴血 但是靠著隊友這個騷擾進攻 那我覺得高明中間那一波進去騷擾砍村民 也確實重創到了所有丹麥隊的一個村民的數量 所以到了中期他們為了要補這個村民 導致中期的進攻 單位不夠 所以被日本反推了回去 這也算是個好賭 如果高明沒有拿那波去賭 而是守在家裡的話 可能戰局 可能就不一樣了 這也是日本他們對阿拉伯團戰的一個理解 知道自己可能會輸的情況下 絕對不能把這個單位留在家裡 而是要盡可能去騷擾對手家 才是一個重點 好我們來看一下後方的這個經濟 那經濟這邊驅著羅倫果然是蠻不錯的 食物來到了8萬4 我沒想到食物經濟最好的確是驅著羅倫 看來這個冥養給的食物也是蠻多的 到了後期到了一個小時之後 食物還在繼續跳 結果連法蘭克跟高明的食物都沒辦法贏過驅著羅倫 哇真不會是現在的META 強就是強 然後那其他的資源量都蠻正常 敲到這邊本來就是會比較慘 他前面被都更 經濟蠻慘的 但是後期黃金還是有慢慢跑回來 至少還有兩萬三 那伊索幣 你們看這邊 伊索幣沒有被都更 但是黃金量卻不多 他貿易跑得偏晚 一直用這個強勇去做一個正面前壓 他可能覺得貿易不用跑起來之前就可以收掉日本隊 但殊不知在中期這一步 他們壓到日本中間這裡的時候 大量攻兵在這個高地做個進攻的時候 他們卻被打了回去 如果沒被打回去的話 這邊伊索幣可能就覺得 就是他的劇本 但是沒有想到日本對這邊反打難力那麼好 高明直接揉了一波騎士 上演一個大反攻非常的精彩 好啦 這部是我們的上級 由於影片的時長關係 不能錄太久 所以下集的部分 我們要來到 第二部影片 第二部影片的話 也會在下方留言 如果想看第二部影片的話 記得要去看下方留言 直接到第二部也可以 或是看後面的片尾 會直接到下集 好那我們就來準備 下一場比賽吧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